先來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現在在看視像的朋友當然沒有 我平時會照顧到大家 因為iPad在我的旁邊 我可以在手機上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除了紅色黑鵝之外就是她的 蛇蛇 這個蛇蛇發生什麼事呢 剛好也是在端午節那天 或許這篇新聞是端午節那天出發的 所以是否那天發生呢 可能未必是同一天 有一個千年古墓 那千年古墓是東漢時期的古墓 竟然有一隊的考察隊 在這個古墓裏突然挖了一條巨大網蛇 看她的頭真的很巨大 這條巨大網蛇說有200公斤重 最少的是20歲 不止 竟然這麼大 真的不止 你真的要成多好幾倍 還有那些考察人員 神經病 這樣也不止 對 你現在才看到她有多長 你剛才只看到頭 這張照片有多真 這樣說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 但正如我剛才未開節目之前說過 我後來寫文字的人 他們對於一些邪法 他們應該是不懂的 所以他們只是以一則新聞去說出來 但事後我問過一些師傅 而他們是給我解釋了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件事理論上應該是真的 大家記得要看視像 看到那條蛇究竟有多大 多粗 可以做到很多手袋 嘩 其實我挺喜歡蛇皮器的 有三個Hermas 但當時這隊的研究人員 就說這條蛇應該有180歲 對 有這麼長命 180歲 不可以用科學的角度來看 有不同的原因令它這麼長命 對 否則怎麼會有精出現 好 大家也看到古墓的情況 其實他在一個洞裡 不知如何被人拒出來 其實他當時在文字這裡說 他是一個沉睡中 當他們發現了蛇 同時也吵醒了蛇 而正首當其衝的第一個朋友 當時被蛇嚇死了 嚇死了 當然你說蛇有什麼特別的舉動 而嚇死了他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也不用有什麼舉動 看見他這麼大隻 我就是想說 他基本上不需要有任何舉動 不用舉動 你一見到他 就腳都鎮起來了 腳都軟起來了 如果老人家就暈了 所以首當其衝第一個人 看見他之後是嚇死了 你說醒了 譬如你睡覺了 碧師傅 你睡覺突然有吵醒你 你懵懵懵懵懵懵 如果是蛇 就會嚇死了 就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吵 吵吵吵吵吵吵吵 你會瘋吵吵吵吵吵 其實真的很恐怖 所以嚇死了也不奇怪 我房間不夠災狺 沒有哪個房間是救災牠 我泰國的房間是救災牠 剛剛好滿滿 這隊施工隊去找東漢古墓的時候 研究後發現這條蛇有2000cm長 200公斤 180歲左右 有沒有那麼老 因為沒有人會看到一條這樣的大蛇 所以他們說這條蛇其實是邪 當你騷擾牠的時候 無論你是有意或無意 你騷擾牠的話 其實這條蛇都會對那群人落了一個詛咒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出事 而他們說這些情況 即使一條沒有那麼大的蛇 都已經引致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莫說一條年紀這麼大的蛇 應該是萬物之靈的其中一些動物 要吃兩三個才教牠一頓 但牠在靈墓裡吃什麼 所以我要就這件事問過一些老師傅 老師傅跟我說 基本上這條蛇本身 在靈墓裡修煉 所以基本上修煉 牠不是要吃東西 而是要吸天地靈氣 就夠了 對 師傅一看 牠已經去了解這件事 這條蛇起碼有三百年 而並非一百八十年 而我這些打銀沙盤問都督 我當然會說 其實牠本身只是一條蛇 那一條蛇為何會懂得修煉 牠修煉來做什麼 我當牠知道可以修煉 牠為何會懂得修煉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 他給了一個比喻 因為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精 例如招樹 泰國那麼多招樹 招樹會有招精 任何樹都會有樹精 其實精的演變而成 很多時候都需要靠一些機緣 要靠一些天地靈氣 要靠一些有靈的東西 去賜一個靈給牠 例如一棵樹這樣說 我是一個修行的人 有一天我在樹底裏弄一些東西 但不小心我弄損自己 然後我的血滴到樹 我本身已經是修行的人 有我的法 有我的德行 有我的靈性 然後那棵樹可能也是一棵千年老樹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已經吸收了很多的日月精華 和所有的山氣、地氣之類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你再接觸一些有靈的東西 例如血 就會令牠的靈性越來越強 再加上那個地方 本身樹底是撞了一副鞋骨 或者有一些骨灰之類 做到那個靈會寄在那棵樹 然後有血 一些靈的東西去供養過牠 令牠的能力越來越大 然後不要忘記的就是 無論是樹也好 是這些動物也好 尤其是動物 其實牠們本身經歷這麼多年 其實牠是看盡人間所有事情的發生 就是說牠在這個世界經歷的 比你任何一個人多 所以相對牠的靈性 都會比任何一個動物 或任何一個人多 所以剛才說 一定要有時機的配合 如果在某個情況下 這條蛇的靈性越來越強 又或是牠曾經因為很有靈性 而牠曾經救過人 或是救過動物 動物和動物之間的靈性 大家都經常感受到 即使是一隻獅子老虎 也不代表會吃了一隻狗BB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那條蛇一直在修煉期間 而牠真的有救過生命的話 其實牠的靈氣就會越來越高 那些腹越來越大 對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牠有靈氣 這個天地靈氣 神就會找一些機會 會發出一些訊息給牠 所以這條蛇 剛巧牠經過很多不同時段的修煉 而在最後這一段時間 牠就走進去這個 supposed 是完全不會被人打擾到的 2000年的一個東漢古墓 人家都刻意進去 然後拋牠出來 殊不知這個世界上 當然會有人去發掘這些古墓 有很多羅拉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羅拉 然後被一群的羅拉打擾了 其實這也是命中注定的 就是命中注定這條蛇精 是牠的劫 對 在牠修煉期間 會出現這些事 被人困住了 對 現在就是這樣被困住了 當然牠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會知道 但你看到牠這樣被困住了 所以說起碼牠不是先死了 起碼牠不是被殺了 牠只是在一個籠裡 糟了 今天不記得大牌 要不然就有很多事可以問 就是了 所以唯有看牠做法 只可以說 希望牠不會因為這樣 而將牠這麼多年來 起碼三百年的一個修行 糟了 但希望誤會 如果牠真的這樣 而被殺死了 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這也是看完份的 但修行不修行 為什麼牠是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牠真的一路修行 有靈氣 自己的靈性越來越強 牠真的不去害人的話 其實牠是有機會可以先成功 一念之差 除牠害不害人 對 但我不知道 為何害人 牠這麼大隻 我不知道牠有意無異 但是起碼 人家一開古墓 首當其衝的人 已經被牠嚇死了 就已經害了一條生命 所以牠之後會怎樣 創了一個孽 牠之後會怎樣 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真的穿破壞 大家不要經常覺得 譬如什麼精 一聽到精 就一定是壞的 壞的 邪的 害人之類 其實不是的 因為如果牠們真的有這樣的機緣 可以得到這個靈性的時候 其實牠們也希望有一天 可以脫離這個生死循環 做小師 如果牠真的可以衛裂先斑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牠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沒有啊 很低能的說話 唯有抓牠好溫 是啊 因為這麼大頭蛇 當然是誰都害怕 但是深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來都不怕蛇 最多牠會放在動物園 最好不好 我想問這件事是發生在大陸 在大陸 在大陸 都控裂了 都控裂了 但又沒有被人 至少你看到牠這裡是一個龍 被人圍 是暈在近 但是牠之後會不會有很多吉小 變成蛇羹 真的不知道 剩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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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辣椒 不過這麼說 巨型蛇膽 一條這麼大的蛇 你走去要殺牠 要殺牠 如果牠真的是一條正在修煉的蛇精 會反抗 我真的不太相信 那些人會殺牠這麼輕易 而且如果牠真的天神 容許牠去做這件事 讓牠慢慢去修煉的時候 當然這些都是自己的做法 不可能救牠這麼神話 一定不會 但是起碼 牠本身先拿牠牠 可以去做這件事 所以希望不要那麼疑犀 最少找些東西 繼續養著牠 不要殺牠 要不就放牠 我想這麼大隻蛇 他們真的不敢放 大陸比泰國五個國家這麼大 我想牠們真的不敢放 你放牠去哪裡 放牠去樹林 你想想人的心態 我知道 放手歸山 2000cm一條蛇 我抓你回來 你又嚇死了我們其中一個同伴 抓你回來 放走你還得了 因為人的無知也是在於 當你害怕牠的時候 你就自然會先襲擊牠 而令牠沒有能力襲擊你 其實這個醜惡的人性 其實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運作 人也是 所以都是那句 看牠做法